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大帅练兵戈 请过目 好 写得好 命令每个士兵必须背出来 背不出来的要关禁闭 是 要发到各棚 要每个士兵背 要背得滚瓜烂熟 好的 牛大人 有什么吩咐 连夜把这绢兵戈和大帅练兵戈 下发各棚 三天之内全都给我背会 不得有 是 慢 有得胜的一旁 和李战魁的二旁 明天再跑 哦 明白 一二 一二 要我伸直了 一 一 一二 一 强短好 有精神 一二 一 强短好 立定 抬头挺胸 一二 一 二 一 注意姿势 注意 强短好 立定 强放下 小心 好 有的事 不止休息 再来 处负okus 再躲一分三 啊 realised go p3 暱 greetings shoot 项能看 相使看 History 对 竟然看 向右看 签度 前瞱看 Pink 向左转是 い 呵护镇 轻步 走 向左转 前部 走 segundo thoughts 走 站步 走 轻步 走 走 轻步 對 大 Bis two 一 二 一 踊 轻步 走 三 二 一 轻 Also 枯 点 距 轻步 上一次 走 向后转 请帮我走 一 一二一 一二一 让他们休息一份 休息 向右转 等会儿啊 好了 大家听着 喘口气 待会儿 我们集体来背诵 上面发下来的劝兵歌 精神哥 还让不让人活了 谁不让你们活啊 告诉你们 明天上面要来检查 大家有没有背好劝兵歌 如果背不好的 上级检查不过 告诉你们挨军棍 好了 大家看一下 跟着我仔细念一遍 御儿兵 仔细听 御儿兵 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 为子当尽孝 为臣当尽忠 为臣当尽忠 自古将相多航武 自古将相多航武 休把当兵自看清 休把当兵自看清 医药用心学操练 医药用心学操练 学了本事好立功 学了本事好立功 好 军庄视而护身误 蔡大人 您听见了吧 我们可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袁大人的命令 每一个人都背的是滚瓜来说 很好 过两天我要来亲自抽查 好 您就放心吧 蔡大人 我手底下的兵 个个都是好样的 好好好 就是 刘德胜李战魁 有点不规矩 这样可不好吧 请 好 请 请 我们端谁的饭碗 我们端袁大人的饭碗 我们给谁效力 我们给袁大人效力 坐下 吃饭 吃饭 等会儿再吃 早饭之后 一旁二旁全体到操场集合 我要检查你们的劝民歌练得怎么样 不合格者 重罚 袁大帅说了 谁要是背不过 一律给我滚蛋 好今到头嘴里都念怀了 我背不过那东西 那也得甘去背呀 不行 放假你们也不能出去 凭什么 凭什么 就凭你们两个背 劝民歌不合格 我们都背得很好 连蔡大人都说合格了 我说不合格就不合格 别跟我证 明天 是高不令高大人的生日 我和战魁得去拜寿 不行 明天你们两个棚 全得进城 出公差 出公差 我说你们别磨磨蹭蹭的行不行 就这点活你们干了多长时间了 这拉石灰的赵黎巴怎么现在还不回来啊 估计快回来了吧 这小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他敢 我把他尿起出来 牛大人 来了 现在来得够早的呀 你二位来了 来来来来 里边请里边请 真好看 快请快请 高大人 可以上菜了吗 哦不 等等 客人还没到齐呢 好嘞 高大人 我们练着咱俩 高大人 高大人 德胜哥和战魁哥来不了了 出什么事了吗 本来说好了 是要来给您助寿的 可是牛灯营故意不让他们来 还让我们给他一个聘头修房子呢 牛灯营 就是被杨水师那个管带是吧 对对对 就是他 现在在新军当副统带 整天刁难德胜哥和战魁哥 还给他们小鞋穿 我说 像牛灯营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到新军里边去呢 太过分了 小黎爸走 带我去看看 我会会这个小混子去 小花 爹 你坐下 敬给我惹是生非的 德胜哥 姐夫 小花 你怎么来了 大家伙儿都在给我爹拜寿酒呢 就差你们两个没到了 顶头上司不让我们去 可是人都到齐了 就差你们俩 而且饭庄离这儿挺近的 你们好歹也过去敬杯酒 露个面啊 咱们俩不管了 去吧 慢着 牛灯营一直要抓我们的把柄 还是说一声吧 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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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抬跪手吧 我们去去就回来 不行 今天这点活干不完 你们谁也别瞎走 牛大人 这修司屋也算出公差呀 你们新军有这条规定吗 哟 这个小妞 是从哪儿露出来的 这是我小姨子 我岳丈大人今天武士大寿 就在鼓楼那边 我们去去就回还不行吗 闹了半天 是高大人的千金哪 没错 今天是我爹武士大寿 你是点头呢 还是不点头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 出公差不能随便请假 牛灯营 这明明就是整人嘛 欺人太深了吧 走 跟我走 甭理他 走 小伙儿 站住 我看你们谁敢走 姓牛大 你别太过分了啊 怎么着 你这个丫头骗子 还能把我给吃了 你讲不讲理啊你 小丫头 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 敢跑到我家里来撒野 我 我毙了你 牛大人 这可不出道转了 谁跟你道转 逼我是吧 来 开枪 冲这儿开枪 我还真不信你光剑化日之下 你就敢开枪打死人啊你 我 你 老爷 你可别在我这儿闹出人命啊 牛大人 把枪收起来 我就不收 苏儿 你怎么也来了 爹不放心 让我过来看一下 今天我这儿是怎么了 这贵客贫贫哪 这是我李战魁的媳妇 闹了半天 今天是高大人的大千斤来了 叫 高小碎 是吧 我说李战魁啊 你这艳福可不浅哪 这简直 牛大人 今天是我爹的五十大寿 得胜和战魁 应该去给我爹拜寿 您看能不能给个面子啊 好说 好说 这连高大人的大千斤都来了 我牛灯营能不给这个面子吗 那好 准你们一个时辰 另外 替我也给高大人拜个寿 那就谢谢牛大人了 咱们走吧 走 好 谢谢牛大人 小花 你跟小碎儿跟高大人说一声 我们马上就到 我们洗洗就来 那我们先走了 看什么呢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没看什么呢 我这不是送客人吗 小妖精 走吧 赶紧给我走 好 谢谢卿家 谢谢大家 好 来来来 得胜战魁啊 真的像小黎巴说的那样 那牛灯营处处和你们 悲难作对 就因为我和战魁知道牛灯营在北洋水师的地 他很心虚 恨不得马上把我们两个赶出新军 这个兵啊 我是耽误下去了 牛灯营隔三差五长差 整治我们俩 战魁啊 不信咱回来 不受这无能气 我是当地的 别这么说 战魁啊 一个男人要干成大事 首先就得学会一个忍字 何况 他牛灯营毕竟当不了新军的家嘛 而且我和 袁世凯毕竟在一块儿共过世 打过仗 他要是实在做得过分 我就去大营里找袁世凯理论 行吧 听见没有啊 有高大人这句话 你们总该踏实了吧 治点苦 受点委屈 没什么 你们好好干 给咱们小战乡亲们争口气 明白 可是我是受不了了 好 战魁 听高大人的劝 忍耐一下 高大人 少爷 牛灯营催你们俩回去呢 他不是给一个侍臣的价吗 他说活太多 天黑之前必须干完 他还说如果干不完 就是违抗军令 这不欺负人吗这是 这怎么忍啊 这屁股还没有坐热呢 就来催命 这明明是整治人嘛 战魁 能回去还是先回去吧 要不又该找你们茬了 学会一个人 高大人 我和战魁祝您健康长寿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有你俩这句话 老婆比什么都受用啊 回去吧 忍着点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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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活去啊 回来了 都回来了 都没变了 老头崽子 走走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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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病的都回来了 真难得呀 真是打扮真精神的 大事 人是一傻八三吧 棒了 少爷 这几天哪 老爷和大家总念叨您哪 这不回来了吗 你怎么猜 兄弟们 用不用我们帮帮忙 对呀 你们一天到晚 总是正不走 怕是把插阳的活 早忘了吧 大事啊 大事啊 打小就插阳 这童子宫到什么时候 都是把好手 是不是啊 对 吹吧你 不信是不是 不信咱们比试比试啊 好啊 比试就比试 你说比什么 每人插六笼 横平竖直 还有马力快 怎么样 这算什么呀 小菜一碟 来 试骡子试马 拉出来溜溜 对 师公师母 一比就知道了 大事 咱们老刘家 和他们老李家批一比 看谁是骡子 谁是马 好 行 咱们今天就给你们露一手 好 来啊 比一下 我当裁判 我这有故 好 这点气啊 大家都过来啊 来不会儿玩起来啊 过来 快来瞧 快来看 牛家狄家 起大战 快来看 快来瞧 输赢立刻 剑分小 赢得球和球 输大 十笨蛋 你还一套一套呢 来 准备了 一 二 三 开始了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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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数你看不起啊 加油 来 去看一看 快点 加油 加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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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看看 加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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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好 看哪 你看 比赛啊 加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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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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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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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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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赢了 李家先倒一步 刘家后倒一步 李家赢了 讨厌的 小嫂子 讨厌的 讨厌的 什么呀 心道姨不管什么用啊 你看差那外戚纽巴的 对啊 你再瞧瞧我们家的 外戚纽巴的 对啊 你看吧 就是啊 我说 这第一轮谁胜谁负啊 难以定论 不如 我们请刘家李家 两位少爷比试比试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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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赵葵 怎么样 怕输吗 谁怕谁啊 毕师傅 来 给我们当证人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呀 知道你们两个 都是插秧的好手 就是啊 不过今天谁输谁赢 可就看你们的手眼深步了 可 是啊 好 加油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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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上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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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开始 加油 加油 德上哥 加油 加油 德上哥 加油 加油 德上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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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上哥 加油 德上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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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尘哥 加油 德尘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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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怎么跟姐夫加油啊 加油 加油 你嗓门那么大 你能喊的过敏吗 喊不嗓门大 那又什么呀 你也喊大声点 加油 加油 姐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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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我也赢了 湛奎 这回啊 你凭阵输了吧 你认输啊 我才不认输呢 不行咱俩再擦一次 不怕 我就不怕你 瞎说 我们俩谁赢了 说着了 你们俩呀是旗鼓相当 互分胜负啊 大家看 你们看他们插的杨苗 横平竖直 就像天苗的一样 我说不行不行 这个比赛啊 就要讲究分出个公母来 对不对啊 气下 对吗 这说的什么话 大家惊一下啊 要我说呀 这插秧 讲究的就是手快活好 而且呢 不能拖泥带水 对对对 他们两个 既然不分胜负 我看查一查 他们身上的泥点子 谁的泥点子要是少 谁就算赢 怎么样 好 好 这说的有点 转过来 我看看 看看 一 二 三 战魁身上三个点 三个 三个 得胜 一 二 三 四个点 战魁三个点 得胜四个点 战魁第一 得胜第二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谁说姐夫只有三个点啊 师傅 您看 好 好 这还有一个点呢 这好 我赢了 我赢了 好 四比四 四比四啊 来 转过来 没有 我 我 这好 四比四 四比四啊 好 你是谁的小姨子 啊 你怎么吃里扒外啊 我就吃里扒外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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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难怪你看不上我呢 原来是心里 令有狼君哪 信不信我冲你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要不承认 你就给我当媳妇呗 好啊 我怎么收拾你 小花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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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脚砸得真是不还的啊 笑什么笑 我看你在胡说八道 不是还他 战魁啊 你瞧你 自打进了新军啊 瘦了一圈啊 是不是太兴奋了 辛苦了 天天训练 遭到那份养醉 甭提了 哥 你这新军当的后悔了吧 这没你的事 这不知苦中苦 怎么能做人上人呢 你小心点啊 你要是没有刘德胜那股子劲 早晚你得让他把你比下去 比下去又怎么样 等那天他当了官 你还是捧掌 我看你怎么有脸回这个家 气都让你气饱了 我 怎么了 嫂子 嫂子 儿子 这几天他都这样 是不是啊 娘 真的 大概吧 赶紧找个郎中瞧瞧啊 找郎中 对 找郎中 找郎中 就是啊 老夫人 老夫人 恭喜了 少奶奶有喜了 是吗 真的有了 对 是喜麦 小孙儿啊 有喜了 哎哟 太好了 还请少奶奶以后 多注意调养身体 吃饭不要吃油腻的 哦 慢走啊 小孙儿啊 你好好休息 我去告诉你爹去 哎哟 嫂子 恭喜你了 老爷 老爷 赵魁 娘 怎么样啊 郎中说 他是有了 真的 李家天丁兴旺了 华子 赶紧赶面条 今天哪 全家吃洗面 对对对 给高大人也送过去 让他知道 他也快报拜孙子了 是 夫人 哎哟 菩萨保佑 你的心放下了 放下了 儿子 孙儿 你得给我生儿子 看你呢 还早着呢 你着什么急呀 你要是给我生儿子 你可就是我们李家的大功臣啊 哦 我不生儿子 就不是功臣了 是不是啊 不不不 也是 也是 当然是生儿子好啊 说不定是个 双胞胎 是个龙凤胎呢 美得你 不贪 ..! 嫂子 来 奉兰 哎呀你真是 来坐 嫂子 这是我们专门为你熬的红枣白米粥 啊 让我的小侄儿也尝尝咱们家的遍地黄金 对对对 谢谢啊 吃了遍地黄金 那以后小宝贝呀又白又胖 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父王 给我喝过来吧 孙儿 孙儿 爹 我在道花香啊 给你买了个小拔架 松软可口 给你好好补补身子 爹 您瞧您声音那么忙 太劳烦了 自从咱们李家种上了贡米 这好运是滚滚来呀 我挡都挡不住啊 我现在就等着抱我的大胖孙子咯 爹 您怎么这么着急啊 抱孙子是明年的事儿了 那我等啊 我李三德的命好啊 我要当爷爷了 来 嫂子 坐下喝粥 好 行了 别老看我 赶紧睡觉吧啊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怀上孩子了 你可不许乱碰我 不碰 你是我们李家的大公产 你不发话 我哪敢碰你啊 你现在不就碰我了吗 真没想到啊 你这块地这么好住 不喜欢听你夏莉莉的 来 来 让我听听 你听什么呢 他怎么不管我叫爹呢 他怎么不管我叫爹呢 你别废话 你在你娘胎里会叫爹啊 哎 华子 这么快就熬好了 哎 哎 华子 谁又惹你生气了 哼 少奶奶有喜了 谁敢生气啊 哎 夫人 神堂好喽 哎 德胜哥 德胜哥 听说这几天要发响了 是啊 初一啊 初一就发响了 初一啊 一个月四两五钱 这白花花的银子 眼看就要到手了 是啊 是啊 你这存一年 也能有个四五十两 到时候你娶个媳妇都够了 哎 先不想这个 一旦发了响啊 我就去城里 美美的大吃一顿 那你都想吃点什么呀 豆腐脑 喝上它三碗 煎饼果子 我来一套五套 还有那耳朵眼炸膏 我吃它十个 哎 大哥 你就喝个豆腐脑 吃个煎饼果子 你就叫美美大吃一顿哪 是啊 那就叫大吃一顿啊 那怎么了 我跟你们说 发响银呢 眼睛睁大点 别让人给蒙了 怎么了 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们说 上一个月发响 有一个老兵领到了贾音员 真的 真的假的 是吗 不会吧 新军里会发生这种事 就那个老兵 皇上呢 好 不会吧 新军也会发生这种事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肘子 你去把他请过来 问一问 好 老兄弟 我们捧掌请您呐 想让您跟我们说说 假银员的事 请 老兄弟 这就是我们捧掌 听说你上月发的军响 你拿到一个假银员 谁 有证据吗 好 朕葵 肾上带有银员吗 真的是假的 老兄弟 老兄弟 你告状了没有 梁响菊管事的人 都是袁大帅 从河南带来的子弟兵 谁敢告 认倒霉吧 能按月发响音 就已经是烧高香了 他们居然干这种事 没想到咱们新军 也会发生这种事 看来这兵 真的没法干下去了 什么新军 比北洋水士好不到哪去 老哥 你身上那块假银员 可否借我用用 干什么 我帮你还一块真银员 我才还给你 真的 真的 谢谢 谢谢啊 德成 你真的要告状 这个状要告 就要告到袁大人那里 算了 万一得罪梁响菊的人 咱吃不了兜着走 愿意以为咱们新军 没有可口军饰 吃控鹅喝冰血的事 想不到咱们新军 也是乱七八糟 如果是这样 这个兵不干也罢 你一直劝我人人人 为了一块假银员 怎么了 你不干了 你忘了咱们北洋水师 是怎么全军覆没的 就是那些当官的 他们一个个都探污 吃控鹅喝冰血 买枪袍弹药 每一个都拿回扣 真的不堪回首 我本指望着这新军 能打胜仗 报仇血恨 如果这地方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个新军不干也罢 可是你见过朝远大人哪 找机会吧 好 又吃面条 对啊 自从嫂子有洗了 咱家隔三叉 我不就得吃洗面吗 那我还是回营里吃 哥 这是洗面 别走 咱家吃了 好 吃 洗面 咱们这是吃 吃三个月吗 对啊 可不三个月了吗 我再吃七个月 就吃出一个儿子来 娘 不用了 爹呢 去高大人家了 这俩人啊 一个要当爷爷了 一个要当老爷了 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 娘 吃吃吃 您老是这样 我都不自然了 娘高兴 好好多吃点 对 多吃点 娘 吃完饭以后 我要去趟过日院 你都有身孕了 还去当什么义工啊 这不是还早着吗 没事的 娘 孕儿院那边 有个小孩发烧了 我得去 要不然我不放心 你又不是医生 你去有什么用 那个小女孩 一直都是我照顾 我要是不去 心里不踏实啊 嫂子 我哥她就是怕你路上太颠簸 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 放心吧 我会小心的 我就一直没弄明白 这一股是什么差事 来 不拿银子 白干活 娘 我去照顾那些 故人院里没爹没娘的孩子 其实就是想 多积德 造福子孙吧 这样啊 这么说 也是好事 你非要去 这样 让石头赶车 送你去 来 华子 告诉石头 把车备好 来 知道了 少爷 驾 驾 诶 石头 你走了半天 怎么还没有到故人院呢 少奶奶 这道不平 不能走太快了 你再这么磨磨蹭蹭的 一会儿天就黑了 少奶奶 这打一出门 老爷太太一再叮嘱我 您现在是有喜了 可得绑住身子骨 还是慢着点吧 故人院里有个小女孩生病了 你得赶紧走啊 少奶奶 这太阳都快没了 这黑灯瞎火的 万一出什么差错 我可担担不起啊 能出什么差错呀 我又不是玻璃做的 快点啊 行啊 少奶奶 我快点还不成吗 但是可有一个 要是出什么事 你可别怪我没劝你 驾 少奶奶 慢点 石头 你在这儿先等我一下啊 少奶奶 天不早了 你得快点 小妞子怎么样了 她一直在发烧 恐怕是不行了 你们为什么不赶紧送医院呢 没用了 刚才医生来看过了 说已经不行了 可怜的孩子 住就要召唤她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她这会儿还热着呢 不行 赶紧送医院 快 好 快点 快走 你小心点啊 你先去找医生 我去进救室 来 你慢点啊 要在这儿自己的身子 现在是越不越点啊 少奶奶怎么了 又去见医院快点啊 好 驾 驾 明天 回去 小妞子 童府 过去 不然孩子的命都没了 行吗 孙儿 快走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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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没事 小心 你怎么了 孙儿 怎么了 孙儿 我不行 我不行了 我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们先上去 好 走 快快 怎么了 孙儿 脸色这么难看 没事吧 我没事 快 快去精诊室看一下孩子 小孙儿 爸 医生 快来人呐 医生 快来人呐 医生 快 快救人啊 怎么了 小孙儿 怎么样 医生 没有生命危险 但可遗憾 她流产了 这么说 孩子没了 非常抱歉 她还年轻 可以再怀孕 让她好好休息 会好的 抱歉 小孙儿 孙儿 姐 孙儿 孙儿 小孙儿 你醒了 大姐 姐 你醒了 大姐 玛丽 麦瑞 孙儿 小妞子她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小妞子已经缓过来了 好 这我就放心了 怎么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小花 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呀 玛丽 卖人 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快跟我说呀 四儿 小花 大姐 怎么了 监使 你说 说呀 肚子里的孩子 监使 没了 谁说的 刚才那个杨大夫说的 姐 四儿 四儿 小小 姐 真的吗 姐 但是杨大夫还说了 说你还年轻 还可以再生 对 还能再生 你放心 小花 千万别累过 一定他会再生的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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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别弹过了 四儿 小花 小花 这件事情 想别告诉咱爹娘 放心吧 四儿 姐夫 姐夫 好 四儿 姐夫 好 姐夫 好 好 姐夫 姐夫 你没事吧 大夫说了 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了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你中午出去还好好的吗 怎么这会儿就 战亏 孩子没事吧 孩子在吗 在孩子 说坏啊 孩子 流产了 乖儿 跟姐夫说 流产了 是不是就没了 你告诉姐夫 是 记者 你告诉我 流产是不是没了 是 谁说的 杨大夫说的 杨大夫说的 是 没了 让他们干什么去了 让他们干什么去了 我找他们去 杨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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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牛奶又没有关键 是我的错 杨大夫 宝49 杨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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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出去吧 我跟他说 走吧 掌柜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了 我 头晕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对不起 孩子就没了 怎么就没了呢 掌柜 凭什么救我儿子没了 爹 掌柜 掌柜你别这样 我现在也很难过呀 我们以后的日子还长见面 我们还会有孩子的 别跟我说以后 说什么以后啊 全家人都劝你 让你不要出门 不要出门 你就是不听啊 好了吗 没了 掌柜 我也是为了那个得病的孤儿 才这样的 孤儿 孤儿 孤儿可是我儿子呢 我的儿子呢 好 我现在也很难过呀 高小孙儿 我就知道 你压根就没打算 给我李战奎生儿子 你这是断我们李战的后啊 二姐 你听听 他说的是人话吗 他 我 今天是 天什么乱呢 哎 先回家吧 记者 别告诉爹 啊 傻玩意儿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想着 刘德胜 你没能做成他的媳妇 所以你压根就没有打算 给我李战奎生儿子 对吗 对 李战奎生儿子 李战奎生儿子 亏你还说得出这些话来 你太无耻了你 难道我说得不对吗 你后悔没能成为 刘德胜的媳妇 你心里憋着火 可是 可是你拿我儿子 撒什么气啊 你给我出去 我现在不想再跟你说了 你让我出去没门 还给我儿子 你还我儿子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欠我儿子一条命 李战奎 你闭嘴 我姐遭了这么大的罪 你还欺负她 这没你的事 你给我出去 怎么没我的事 她是我亲姐 她这么痛苦 你作为她的男人 你不担当 你不心疼 你还骂她 还欺负她 你的良心儿股吃了你啊 你少跟我提良心 你姐毁了我儿子 你问问她 你问问她的良心哪 小花 我李战奎没了儿子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你别太过分了李战奎 你如果再对我姐这样 你信不信今天 你信不信今天我就 怎么 你还要打我呀 你来呀 你打我呀 你劫毁了我的儿子 你再打死我 你们姐妹俩是不是就特得意啊 你闭嘴 王八蛋你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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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好 打得好 我儿子没了 小孙儿 都来了 你们今天是不是商量好了 看我李战奎的笑话 你别动 你不是要看我笑话吗 战奎 别这么说 我也是刚刚听到小孙儿流产 刚刚听说 真会说呀 你以为你们平时眉来眼去 我看不出来吗 你以为我是傻子 什么都不知道吗 啊 这就是你们的默契 就不想让我有儿子 战奎 你说什么 李战奎 你有什么难听的就冲我来 这跟德上有什么关系呢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我还没说什么呢 这就糊涂上了吧 战奎 这是你们家的事 我不方便多说什么 我就是来看看小孙儿 小孙儿 你好好照顾身子 多多保重 你站住 你装什么好人 你装什么好人哪 今天这事 根儿就在你这儿 战奎 你生气归生气 但是这事别往我身上扯 扯 怎么是扯的 他 你问问他 他压根就不打算跟我过日子 压根就不给我生儿子 为什么 还用我说得再清楚吗 李战奎 我要知道你这么烂心烂肺 当初我就不应该答应 是 我是不应该来这个地方 但小孙儿毕竟是我的妹子 她发生这种事 我能不问不问吗 孩子没了 我也替你们感到难过 但你别对小孙儿这么凶 他要是不救那孤儿 那孩子早就没命了 我问你 那孤儿是命 我儿子就不是命啊 当然 那不是你的儿子 是我的儿子 李战奎 你闭嘴 你闭嘴 战奎 别对小孙儿这么凶 是 这是你们两口子之间的事 但你可别忘记 当时你向我保证你 一辈子都会疼小孙儿的 两口子 你问问他 他心里有我这个男人吗 你问问他 存心让我没有儿子 我绝饶不了你 战奎够了 够了 没够 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老话说得好 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 任我骑来任我打 战奎 你听清楚 你们怎么过日子我不管 但你胆敢对小孙儿动粗 我就跟你没完 少爷 少爷 咱到了 到哪儿了 慢点 到家了 咱到家了 到家了 别 别扶 少爷 我能下 少爷 你看我给你下一个 你看 你看我给你下一个 哎呦 慢点 马车不什么 我能下 哎呦 少爷 你慢点 慢点慢点 怎么喝成这样啊 太太 小姐和小花在医院陪着少奶奶呢 有什么事您吩咐我 好 回去吧 陪什么陪 怒没了我的儿子 我 我就跟他没完 哎呀 儿子没了 我要喝酒 少爷 我要喝酒 哎呀 哎呀 少爷 你去哪儿啊 我要喝酒 哎呀 别喝了 别喝了 少爷 哎呀 你们都想气死我是不是 孙子没了 嗯 你又要死要活的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伯爷 娘 你放心 儿子一时半会死不了 娘 好娘 您让我喝 我喝了心里痛快 哎呀 别喝了 别喝了 喝喝喝 喝醉了刷酒疯 你没用的东西 老爷 对 我叫李战奎 我没用 媳妇都管不住 哎呀 给我把酒拿来 哎呀 还要喝呀 我要喝呀 拿来 我打死你 这混账东西 老爷 老爷 老爷别打了 事情已经这样了 再怎么着也没用了 我只恨他呀 啊 那媳妇有了喜了 身边就不能离开人 更不能出去乱跑 少爷 结果怎么样 鸡飞蛋挡 这 老爷 有话明天再说 华子 扶少爷回屋去 哎哎哎 你刚才在英租界的医院 你唱的是哪出啊 家丑不可外扬不知道吗 啊 高布林知道 你骂了小穗 差点跟我翻脸 哎 哎 老爷 算了 仗奎心里也不好受啊 是他当年 啊 求爷爷告奶奶的 非要娶小穗 啊 结果怎么样啊 人家都不愿意 给咱们李家生孩子啊 啊 你根本跟小穗 就不是一个路的人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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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小穗出了院 你赶紧给我修了他 找一个心甘情愿 给我们李家生孩子的女人 哎呀 我也不想看那高布林的脸子 他在我面前趋高气阳大 嗯 他那是过去了 他现在没还钱了 哎呀 越说越没边了 哎 老爷 这个节骨眼上 你让掌盔修了小穗 这不让人笑话吗 哎呦 你以为小战的人 还不笑话咱啊 连媳妇流产的事 都传遍了 哎呦 哎 哎 瞧你一身酒气的 我好好帮你擦一擦吧 来 嗯 以后啊 你可别再这么喝了 嗯 好 蛙子 还是蛙子好 蛙子 哎 少爷 还是蛙子 还是蛙子 欣赏我 你少爷 你你喝多了 啊 啊 少爷 啊 少爷 少爷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嗯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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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一一二一 一二一 一二一 大家都给我加把劲啊 啊 袁大人 亲自来视察了 谁也不许偷懒 快点看 算得不错啊 你好大的胆子 你不知道这是袁大人吗 对不起 袁大人 你小子眼下了你 袁大人 真是对不起 这小姐一贯是木无村长 没有关系 这个士兵干活挺卖力气的 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袁大人 三营一鹏 鹏长刘德胜 哦 刘德胜 天行剑推荐的 是 大人 在北洋水师干过 是 好啊 好好干 你会大有前途的 谢大人鼓励 嗯 报告袁大人 卑职有事 向您报告 好 你说 报告袁大人 上个月发响吟 有人领到造假的因缘 请袁大人明察求好 袁大圣 你疯了 袁大人日理万机 岂能拿那些捕风捉影的事 来给袁大人添麻烦 不是捕风捉影 是确有其事 你是说我们军中 有人苛刻心想啊 是 刘德胜 你的检举 如果有假或者诬告 你可是要罪假一等的 报告蔡大人 卑职有证据 有证据 拿来 来 袁大人 刘德胜 你这风头出高了吧你 你知道吗 梁小菊的人 那都是袁大人 从河南找来的亲戚 你小子 有几个脑袋啊你 你 你等着 有你好果的谁 是 你干嘛呢 又不是你拿了假兵 你何必得罪梁想菊那些爷们们的 我就想看新军里面 有没有人管这种喝冰血的事 我猜啊 十有八九没人管 如果这没人管 这新军我就不干了 天富贵 有 石禀玉 有 有 刘德胜 一战魁 有 赵礼吧 有 有 黄轴子 有 古大河 有 这是我的枪啊 看我这 不错啊 好枪 好枪 这啊 试试这个好枪 爸 你干什么 想害死我啊 这么好的枪 我有点得意忘形了 你真愧 到 不许胡闹 是 这是奥地利的曼利亚步枪 名助力非常高 此枪看起来挺好的 但就不知道好不好使 对 对 就怕中看不中用啊 牛管带 有 戴上子弹 让他们见识一下 马力亚步枪的威力 是 戴上子弹 戴上子弹 我告诉你们 枪口不许随便对人 谁要再敢胡闹 军阀从事 这种马力亚步枪 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步枪 除了我们德国 只有你们新建的陆军部队才有 所以你们应该感觉到驾傲和荣幸 为了让你们领教一下这把步枪 就让牛管带 亲自为你们示范一下 韩大森教官 还是您亲自给他们示范一下吧 牛管带 你先来 这个 牛管带 请您给我们这些新兵示范一下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您 您 您 温 一环 尽管在 你可让我们这些新兵见识到了 十八才打中一环 笑什么笑 有本事 你们俩打几枪 你们俩打几枪 我来吧 九环 汉大森教官 您真厉害 您的枪法 那简直就是百步传扬啊 好 打得好 打得好 看样子 你们两个有点不服啊 至少打得比你准 好啊 那你们也来几枪啊 来啊 怎么着 一玩真的就尿了吧 刘大圣李战魁 刘大圣李战魁 你们俩试试 是 这儿 这可不是在地里头打野兔子啊 我就不信 你们两个能比汉大森教官打得还准 刘大圣李战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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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贵 有关步枪的使用方法就说到这里 现在我来提问 有谁知道步枪的发枪方式有哪几种 报告教官 分为三种 一 零发 二 快击 三 排击 坐下 还有谁知道 步枪在什么情况下 只有零击 什么情况下 只有快击 报告教官 如果敌人若隐若现 飘忽不定 或者发现松散掉队之敌时 均可以使用零击 如果敌人队伍发起正面冲突 或者迂回包抄之时 前面没有隐蔽物之时 我们均可以使用快击 非常好 请坐 那你们谁知道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排击 报告教官 刘德乘 在敌方接近我方部队 或部队密集时 或面对敌方进攻的马队 或是敌方进入我方埋伏地点 均可使用排击 那要是直接进攻敌人的马队 应该用什么方法 一千步之外用排击兼用灵击 一千步之内用快击 非常好 请坐 刚才他们说的 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 嗯 下课 请礼 敬礼 是 谢谢教官 小右看 请 请 请看 上 报告袁大人 队伍集合完毕 请您指示 立正 今天是初一 也是我们新兵发响银的日子 今天我亲自把你们请来 来这里发响银 就是为了杜绝 吃控鹅 冒领军响 及苛扣军响的事情 练兵割力有一句话说得好 我等响银 皆是敏指高 你们知道什么是敏指高吗 是敏指高 是敏指高 就是百姓的血汗钱 说得对 你们都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刺控鹅 暴领军响 苛扣响银 在别的军队里司空见怪 在新军 在我袁卫廷的手底下 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发生 出发生 凉响银响银 队人人来了吗 就在我眼皮底下吧 优移步兵一营一捧 刘德胜 有 召离吧 有 步兵一营二捧 李正愧 有 武大皇 有 王东 有 李思锦 有 白东 有 王之谷 有 王七兵 有 李思锦 李思锦 你们每人手里都拿到了吗 拿到了 拿到了 好 你们仔细看一下 你们手里有没有假的银元 要是有假的 向我报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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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仔细看好 我这儿有一只 这就是梁相军有人贪污君想 用镀银铁壁冒充银元 坑害你们大家 想蒙我元卫庭 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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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静 你们想不想知道 贪污君想的人是谁 大帅 来人 绑了 大帅 大人 大人 咱们铜枪这么多年 你饶了我这条命吗 大帅 饶命啊 你们知罪吗 知罪 知罪 验吧 罪 账污君愿发响饮 由士兵举报梁相局 有人用镀银铁壁 报充军饷 奉独炼大人之命 调查后得知 此事 信梁相局 马长北 贾西民所做 独炼大人命令此事 必须依照新军军规 严肃查办 现在宣布 马长北 假西民犯苛寇君相之罪 斩首失重 大帅 你看我出生入死 跟你这么多年 你就放我一把吧 大帅 我上有老下有巧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大帅 我一定同改前非 我岂能放过你们 我袁卫庭绝不顾西养尖 拉下去 斩了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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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饶命啊 大帅 大帅 饶命啊 大帅 饶命 大帅 饶命啊 大帅 饶命啊 大帅 兄弟们 这就是我给你们的交代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君有君规 朝廷花大把的银子 给我们构置了火炮 枪支 就是让我们精武强兵 效忠大清 如今此时 各国虎视担待 非强军 无以保国 非力智 难以自强 我们新军 就是要上位国家御齿 下位百姓 出报 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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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把他们杀了有点可惜呀 义不长财 辞不长兵 是是 这支新建的陆军 日后必定成为大清王朝 让人眼红的军队 古人说过兵者兄爷 日后新军训练出来了 朝廷的那些皇亲贵胄们 岂能让我掌控这支军旅 到那时候 就会有人咬我的脑袋了 这个军权 能不能实实在在的 捏在咱们手里 关键并不在咱们脑袋上面 这个红顶子 而是能不能赢得 官兵们的铁心效忠 如果新军的官兵铁心效忠 我袁某 就算有一天 朝廷摘了我这个红顶子 这军权 也牢牢地掌握在咱们手里 明白吗 还是大帅神谋袁律啊 这么说 砍了那两颗脑袋 是很值得 哈哈哈哈 我还要感谢这两个笨蛋哪 他给了我一个好的机会 这样 你给他们两个后葬 并给他们家属多发点抚恤金 是 战魁 你们家开米业公司 整天银员来银员去的 怎么像没见过钱似的 这是朝廷发的响吟 跟咱家做买卖 来往的银员不一样 真想不到这个袁大人 治军如此严格 真为咱们当兵的着想 这在大清朝找不到第二个呀 哎呀 能在他手下当兵 是咱们的福气呀 哎哎哎 你不走了 你呢 就冲袁大人 不走了 如果当初咱们北洋水师 这些当官的 都能像袁大人这样 咱们怎么可能败给日本鬼子 现在咱们信军 军纪如此严格 再加上德国精良的武器 一定可以打败日本倭寇 一血过尺 可是 咱还得面对牛灯营那个混蛋 这往后牛灯营再怎么刁难咱们 咱们都得咬紧牙根苦撑下去 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卑鄙小人 断送了大好前程 是不是 哎 你听 好了 别玩了 听听啊 是啊 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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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醒了 我压根儿就没睡 我压根儿就没睡 那您 哪儿不舒服啊 想想这是后怕 后怕 这 今天袁大人杀了那两个人 那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 咱们干的那些事情 要是让袁大人知道了 那咱们这脑袋 可就保不住了 不会 大人 您跟李中堂 沾着心 带着顾 就算是有点闪事 袁大人他能怎么着 老话说 打狗还得看住人呐 是不是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 背着该死 背着该死 说走嘴了 袁大人的军法一向严明 要是能够抓住 刘德胜和李战魁的要害把柄 那他们也会被 咔嚓 那敢情好啊 哎大人 可是这俩小子 一直还算规矩 找不着啥口啊 没事 你盯死他们 肯定会有这个机会的 这些东西送给你们 老哥 这是干什么 德胜 好兄弟 多亏你冒死告状 我这窝囊气才算了了 小小意思 不成敬意 别别别 我不能说 德胜哥你就别客气了 老哥 路不平得有人铲 这个正义理当有人来伸张 谢谢你们 就连那块镀银的铁壁 梁响菊也给换成真云园了 所以真要谢啊 就谢谢咱们袁大帅 对 对 就冲袁大人 延明军纪为咱当兵的做主 赶他一碗 好 我敬你们 来 好 来来来 来来 好 敬咱们袁大帅 敬袁大人 赶 来 赶 我们去看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把青师祖把下来 一 三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三 三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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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少爷 有人找您 我累了 谁都不搭理 真的不搭理 不搭理 那好 我让他先回去 您可别后悔啊 谁找我 少奶奶来了 小孙儿 在哪儿 就在他门口等您呢 你真的不在哪儿 少爷 这不是李夫人吗 是来看李战魁的吧 牛大人 那别在这儿站着 要不进去到我那儿喝杯水 谢谢您了 不用了 我再等他一会儿就好了 不用谢 不用谢 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 那我就先进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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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张眼睛 这 他跟你说啥了 没说什么 就是客气了几句 别打理他 头顶掌床脚底流浓 呸 坏头儿 给我带啥来啊 这个呀 这些是换洗的衣服 还有一些吃的 和带的 还算媳妇心疼啊 得胜呢 啥意思 你是来看我的 咋的 还非得看看他呀 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 我是来给他送报纸的 给我吧 杨人的报纸 怎么了 新军也不让看这些 否则的话 查出来是要打军棍的 为什么 这么明摆着吗 这么明摆着吗 袁大人不让当兵的知道太多 知道太多 就不好管了 是吗 晚上洗按摩 哎呀 没真心的 牛大人 您不会让李战葵的媳妇 给迷住了吧 还别说 我看看都带什么 李战葵这小子 这小子燕府还真不气血 王八蛋 我怎么就没这个福分哪 我没觉得呀 他要跟你那大红比起来 可差远了 哎 两码事 那我走了 走吧 回吧 李战葵 你媳妇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我媳妇给我送的裤衩 背心 牛同胎 你要不要看看 哎呀拉倒不用 我说战魁老爹 你既然有这么漂亮的媳妇 就应该踏踏实实当兵 鬼鬼剧剧听话呀 要我听你的话 嘿 最起码 你别老撬着刘德胜给我耍心眼 老板 你要是不给我们穿小鞋啊 我们才懒得跟你斗心眼呢 斗我也不怕 反正是 你们别让我抓住什么把柄 来 朕葵 今天小酸来了 给你捎了点东西 你擦吧 我走了 擦枪 忍真点啊 来吧 听着 康有为 梁启超 已联合各省在京会事的举人 足有一千三百多人 联合上书给光绪皇帝 据说皇上已经采纳 康有为 梁启超这些维新派的建议 对国家进行大刀阔斧的变法 变法 什么变法 变法就是学习西方国家文明 治理国家的方式 加以仿效为中国所用 壮大咱们大清朝 据说皇上已经下定决心要变法了 皇上既然支持维新变法 那为什么迟迟不落实 干打来不下雨 没用 再等等 变法图强迟早要进行 因为再不变法 咱们大清朝就有王国的危险了 是 我跟你说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康有为 梁启超文若书生一个 要想变法图强 还得看咱们这些当兵的 对 说到当兵呢 对啊 你们知道吗 现在咱们中国 就有一个最有号召力的军人 也在支持皇上的变法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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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人 袁大人 对 就是袁大人 没错 从袁大人斩杀梁启贪官这件事 就能看出来 他是要革心除弊 严明法治 他肯定支持皇上的变法维新 哎 你们知道吗 现在所有的洋人报纸都这么说 袁大人是最迫近 领变法来改变国家命运的人 他逢人别谈违心 好啊 好啊 国家有希望了 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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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水 是 今天刘大胜 跟你们几个都说什么了 几个 哪几个 就是李战魁几个 刘大胜 都跟你们说什么了 啊 瞎聊呗 瞎聊 午饭后 你们几个在操场上散步 都说什么了 呃 牛童带 你想问什么吧 痛快 只要你都说出来 我会给你赏钱的 这是二十两银子 只要你一五一十的 全都说出来 还会有更多的赏钱 大人想知道什么呀 啊 你就把刘德胜 今天跟你们几个说的是什么 全都告诉我就行了 啊 刘德胜 刘德胜 就说 变法图强 还有 康有为 梁启超什么 还说 西方列强 都支持维新变法 哦 他还说 袁大帅了 刘德胜 说袁大帅什么 刘德胜说 袁大帅一直支持皇上 变法为新 练兵自强 逢人就提为新 口不离练兵自强 就说的这几句 就这几句 那刘德胜 是从哪儿得到这个消息的 哦 我想起来了 快说 刘德胜 说是从洋人报纸上看来的 洋人的报纸 他从哪儿弄的 不知道 这个银子啊 就归你了 不过今天这个事儿 你可一定要烂在肚子里头 不许我再说 你要是说出去 这银子 可就不是你的了 你这个脑袋 也不是你的了 明白明白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大人 二十两银子就卖这么几句话 也太亏了吧 当然不亏了 你忘了军规上是怎么说的吗 士兵是绝对不允许 将这些乱七八糟的报纸书籍 带入军营的 不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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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嗯 牛灯营求见 什么事儿 他发现 有人结盟立会 是谁 禀大帅 是我们一个棚的棚长 名叫刘德胜 刘德胜 天星剑的学长 他敢结盟立会 是的 卑职刚刚取得了一些证据 请大帅过目 是一个在场的老兵写的检举信 这个刘德胜 连我在北京说的话 他居然知道的一清二楚 大帅谈违心变法 练兵自强 是正常的 但刘德胜 还是违反了新军士兵 不得同盟立会 造谣获重的军律 若不立即惩治 恐怕是一害无穷啊 还有 看样子 刘德胜肯定是把一些 乱七八糟的报刊书籍 带到了军营 不然的话 他怎么会知道的那么多呢 牛管代 你的意见 卑职的意思嘛 此风不可掌 不然 建议大人 立即采取雷霆手段 该抓的抓 该杀的杀 我知道了 你回去 不得透露半点消息 是 家里 军营 你们快走 哪 就 刚好 你不认为是 草民变法 为什么过了些日子了 还是光听楼梯下 不见有人来啊 朝廷的事 咱一介草民能知道啥 我想变法违信 肯定受到了阻力 什么阻力 我把所有的报纸都给翻遍了 都没看到慈禧太后 支持光绪皇帝的消息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这说明慈禧太后老佛爷 根本不支持变法违信 或者持观望的态度 要是慈禧太后不支持变法违信 那这事还真成不了 我就是担心这个 你看这报纸上面写的一针见血啊 慈禧太后身边的皇亲国旗 都是八旗入关以来 说什么呢这 显示了恶出大雨的险恶 他们无辱作恶都不愿意 现在的规矩发生变化 当违信变法 损害到他们利益的时候 他们必然加以抵制 甚至拼死抵抗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虽然有皇帝的知识 变法违信的前景 并不乐观哪 牛小怀 你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 邓神哥 你们俩说什么呢 我看牛小怀在外面 一直偷听窗户人的 牛小怀 肯定是牛登营指使的 这说明牛登营 已经盯上咱们了 得上 把所有的报纸和杂志 都给我 干什么 我要看看的 你小心点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吹上 紧紧集合 集合了 快点 紧集集合 快 快 把衣服穿上 快点 快点 快 快快快快快 帽子拿了没有 快点 别啰嗦 快点 快快快 快呀 林家 看 想起干 请 报告蔡大人 步兵左翼第三营前队 集合完毕 请蔡大人指示 人都齐了吗 都到齐了 弟兄们 刘德胜李战奎的宿舍 要重点搜查 立刻行动 行动 一查原因 导险 毕 Mount 队往 是 这 那一个 我 是 您 之楊 这 能 文 ій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害得我们连救都没水 大人 那对我怎么办 解散 听我口令 向后转 无标 宿舍 起步 走 大人 他们事先肯定有觉察 不然绝不会连一张报纸都找不到 我 抓不到证据 我怎么向袁大人那交代呀 哎 张魁 我在心里面可是放心不下呀 万一那些书报杂志被搜出来 可就不得了了 你都能拿上去了 人家 行 行 来 袁大人的饭碗 我们给谁效力 我们给袁大人效力 坐下 吃饭 长官 请您过来请 小官 请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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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少提起这本航海日志 这说明 这本航海日志 就在李战魁的手里 那么说打李战魁 拉刘德胜 对 可刘德胜 他是个铁豆子 他幽言不尽哪 没关系 我自有办法 这都是从军营里搜出来的 禀大人 这些禁书都是下官 从营房里抄出来的 这还了得了 我们的军营里头 居然出现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然朝廷知道 你们 你们有几个脑袋可以掉啊 大人 这些个书刊杂志 在天津的市面上 到处都可以买得到 特别是在租界 几个大子就可以买一大锣 眼下 有时髦洋人的新思潮 真是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也得防 当兵的 要忠于朝廷 服从长官 打仗不要命就行了 拿枪杆的 玩什么新思潮 还要妄议朝政 是绝对不可以的 大人 您给我三天的时间 我保证在小战军营 不会再出现一丁点技术 也保证 不会有任何一个官兵 敢看技术 好 此事不可以掉以轻心 有谁违反新军的规定 要严处查办 报告大人 已经严处了 重者打四十军棍 轻者插二剑 游街失众 好 就应该这么着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着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否则你们都逃不了干系 是 是 今天召集你们这些少长捧长 一块去大营 见见世面 努大人 见什么世面 一营二营还有炮营 有人私自窝藏围禁的书刊报纸被查出来了 我带你们去看看 袁大人是怎么处置他们的 向右拽 跑步 走 走 走 资经查处 费明清 丁春生等人 违反军规 私自将一端写出的书籍和报纸 带入军营 袁大人命令 立刻将所有的书籍和报纸反悔 涉案者严加惩处 以敬效忧 开始吧 走 走 走 大先生 你看这些今天都抓住了 二位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不守规矩的下场 这一次 你们两个侥幸逃脱 下一次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牛大人 对 原大人执法严明 哪一天抓到私自逃离战场 后又挪用脏话 贪赃枉法的假话 那就不是查尔间大军棍 一定得砍头对吧 牛大人 哼 出来一趟可真不容易 一会儿找这么大哥 今天一会儿一会儿过 好像那边合理 还真是啊 咱们俩给家里多买点东西 这一会儿 你别走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 说得没有 抓大的抓不到解禅 你就知道解禅 再喝点小酒 我跟你说这就 既然咱们都走到这儿了 咱们叫上德胜哥一块儿去吧 叫他干吗 抓螃蟹呀 抓螃蟹呀 他不会去的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去啊 军营里马上就要考试了 这两天在家里谈书呢 考试又不耽误抓螃蟹 就是啊 咱把他揪出来一块儿去 我去揪他啊 皇儿 他不会去的 德胜哥是抓螃蟹的好手 又胡闹 德胜哥 我们抓螃蟹去吧 军营里要考试 我不去了 我姐夫他也要考试 怎么就没像你这样 他脑子活泛 我笨 笨鸟要先飞 我看你就是一只笨鸟 先去抓螃蟹吧 走吧 走啊 我不去 我不去 德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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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看了一天书了 也该换换脑子了 一张一池才是文武之道 对吧 就是就是啊 这 好吧 太好了 哎呀 谁比谁面子大 就甭说了啊 堕嘴堕舍的 二姐啊 我没说别的呀 二姐 老爷 老爷 素儿 月亮真圆哪 得胜哥你快看 毕师傅 这中秋赏月 时熬品菊 毕师傅 所以你看 我给你带来了 你最爱喝的植骨老烧锅 这叫百年俱有啊 这可是好酒啊 好 同情同情 今天啊 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爹 你 哎 我说你们别都愣着 该吃吃该喝喝 那我们吃了 吃了 这个大 得胜哥吃这个 得胜哥你再尝尝这个菜 小花够了 来 来 你看花儿去 多吃点啊 高大人 干店 我先干为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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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家是否和好 我先回来 得胜啊 这菜刚刚开始 坐下多喝几杯 坐下 得胜 赶紧坐下吧 高大人 我得留点酒量 回去陪我爹喝两杯 哦 好 那好 那你带几个螃蟹 给你爹娘尝尝 得胜哥 嗯 这亲爹要陪确实没错 可这干爹就不用陪了 主要是陪你 各位 我再敬各位两杯 哎 得胜哥 我是觉得 你这酒喝得也太不踏实了 好 要不我去把刘叔和刘婶都请过来 小花儿 别麻烦了 对 这个主意很好啊 那我去拿啊爹 小花儿 小花儿 等一下 等一下 让他去 我的功力啊 爹 爹 爹 刘叔来了 爹 爹 爹 我去厨房啊 再多做几个菜 好好好 行 我才走了这么一会儿 螃蟹全没了 我这儿还有 来 坐 好 好好好 这可是好酒啊 这个螃蟹给你 这螃蟹这么肥啊 得胜哥 还是你吃吧 我不太爱吃螃蟹 对 我就爱吃螃蟹腿啊 二姐 我的螃蟹腿全给你留着呢 全 来来来 这里呀有很多螃蟹 你们呀他们吃吧 这还有呢 二姐 多肥啊 得胜哥 你多吃点啊 好 我给你倒啊 好好好 来来来 我敬大家 来 来来来 好 喝多了 一会儿扶我回去啊 少喝点吧你啊 没事 前两天 俊阳里也是挺热的 那德国人 可是闹了大笑话 您说的是那个德国教官吧 对呀 汉纳森 人家送他一篓子这个螃蟹 他指着螃蟹 他说 你们拿着这些个虫子 来恶心我干什么 走 走 走 别以为他洋人哪 什么都知道 是啊 咱泱泱滑下 他们那些洋人 都弄不明白的事多着呢 咱们中国菜 有鲁菜 川菜 粤菜 灰菜 淮阳菜 更别说 咱们的满汉全席 他们是听都没听过呀 是啊 我觉得洋人的心思啊 不会全花在吃的上人 他们总是想 怎么样建造炮箭 怎么样 准备扩张侵略 对呀 那小日本也是这样 一门心思学西洋人 人家现在是虎视眈眈 磨刀祸祸 咱们大清朝 还在闭关锁国固不自封 你看满朝文武百官 昏庸腐败 再这样下去 我看我们大清朝 亡国灭种的日子 不是启人忧天 我们这些小兵崖子 能补天吗 你看朝廷 把一个台湾都割让了 也无所谓 赔起一两白银 也不心疼 大清朝是完喽 咱们呀 别藏那么多心了 救过咱们的小日子 吃咱们的螃蟹吧 你这是麻木不仁了 张魁 在刘宫岛 被日本人杀死的那些弟兄 我们就不计较了吗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齐齿大乳 我们就丢到脑子后面了吗 这些我没忘 可是我们人为言轻啊 朝廷都不着急报仇雪恨 咱们着那个急干什么 我说啊 这么好吃的螃蟹 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好好地吃饭 嗯 别妄议朝政 爹 我们这说的都是国家大事 您 您就先喝您的茶吧 哎 姐夫得胜哥 你们接着说 我我爱听 我爱听 你们别听她这个丫头骗子的 军人就是要懂得服从命令 心里想的只能是军令 至于那些什么朝政啊 什么经纬之事 那是朝廷的事 用不着你们来管 爹 落大一个台湾岛都白白给别人了 还赔了两万万两白银 您看 这想起来心里就憋得我 怎么就不能让我们说到说到了 这 就是啊 爹 当今朝廷也太窝囊了 要这么下去 技术早晚得进了 谁敢再妄言 我可就 长嘴了啊 爹 我们这说的都是实话 怎么就不能说实话了 爹下 你解她醉了 把她 扶回去 爹 我没喝多 爹 我可没喝醉啊 我今天就是高兴 走走走 是吧 真是口无浙兰啊 这鸭帖 朱马斯仁 说了我说 那王太太是很决定 行政策的政策 而这 才是促进国国家 和新的政策的力量 和新的政策 政策的政策 是学习西方的经济历 为了解科学的文化 为了解法学生的文化 为了解法学生的文化 为了解采造工业统 我听说 一群的政策 不喜欢政策的政策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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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秦国家 真的崩溃了 我并不相信 这些秦国家 仍然存在任何秘密 我并不相信 他们会不会明白 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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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康尤为 担心的 好日子 并不长 我并不相信 帝国家 不能阻止这些 狠的政策 你们这击里咕噜的 说什么呢 我怎么一句话都听不懂啊 说什么呢 要说阳文 都出去 在家里 只能说中国话 对 别胡说八道 对 素儿 别坐了 走 跟我们去逛街啊 对啊 我就不去了 我今天得把这本书 抓紧看完 明天还要还给人家呢 什么宝贝书啊 是不是谈情说爱的呀 你 怎么都是杨文呢 看不懂 你要看得懂就怪了 小碩啊 可是英租界教会的高材生 那说阳文写阳字 就像狗拈鸭子 呱呱叫呗 行了行了 你们两个就别贫了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得抓紧看完他 那好吧 我们走了 走吧 走了 再见 姐 死丫头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跑到城里来了 我想你了 来看看不行啊 想我了 我怎么听得那么假呢 心里憋得慌 出来走走 陪你聊聊天 这是真话 行啊 想聊什么呀 是不是想聊你的终身大事啊 姐 你别那壶不开提那壶了 看什么书呢 这本书是英国女作家 建奥斯汀的小说 《理智与情感》 好奇怪的名字 都讲什么的呀 这个女作家的作品哪 讲的都是男女平权 女人在社会上 也要有事做 也要有收入 也要给家里补贴 不是男人的附庸 同意 这倒挺疼我的脾气的 还有呢 女人不是婚姻的交换品 女人要是结一门亲事 是要有感情 要缘分的 有感情 有缘分 想什么呢 姐 你说是男人理智 还是女人理智啊 你这个问题可真是难倒我了 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 和文学家都说不清楚呢 不过就是你啊 我倒是能说出一二来 真的 行了 别卖关子了 说说看 如果要是情投意合呢 就只需要一条红线 如果要是你情我愿呢 那就是一层窗户纸 需要一个牵线红娘 什么意思啊 小花 想不想 让姐给你当一回红娘 你不知道我喜欢谁 当什么红娘啊 行啊 全小站的人 哪有几个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位的 姐 说实话 你现在还想着她吗 胡扯 胡扯 姐姐现在是有家的人了 怎么还会想这些 我现在就是想着你的事 你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 真不想她了 你要再这么说我不理你了 也不帮你了 姐 行了 说真格的 你如果要是不好意思说的话 姐听你说 我 倒也不是不好开口 姐 就像你说的那样 你说全小站 有几个人不知道 那她怎么就不明白啊 说不定人家不好意思呢 不好意思 得了吧 一个大男人 这种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反正姐 这事你就别管了 我自有办法 让她跟我开口 行了你 刚才还是个名媛淑女呢 怎么 现在又打回原形了 变成杨排风了 姐 我可从来就不是什么淑女 什么名媛 我本来就是杨排风 淑女名媛那是你 来 饭来了 真香啊 好香啊 小站的 头肠米 这就是贡米 这才是让皇上吃的贡米呀 爹 您又来了 您平时总是说 要种出幽等的贡米 才算是中军报国 哎 我跟你们说啊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以后啊 到了皇帝老面前 你们都要一粒一粒地 叩拜请安 记住了 你这个死丫头 还真让你给说着了 只有咱这小站道 才配得起进皇宫 让皇上来享用 咱小站米第一次进皇宫的时候 由御膳房跑的做好了以后 送给皇上 这皇上就很是诧异啊 这南北的贡米 他都见过 也都吃过 就没看见过 这粒粒是 油蒸蒸光亮亮的 他当时是 咬了一口 往嘴里一放 那个香啊 但是吃了一口又一口 都吃了一口又一口 爹 您别老让皇上吃啊 皇上再吃就该撑坏了 可是我们都饿透了 您还是让我们先吃吧 你们先吃 来 来 来 你们吃完了 爹还得烤烤你们 这是谁家的米 爹 那您可是存心的 这米上又没有写名字 这哪知道是谁家的呀 可是 只要是小战人 他看上一眼 尝上一口 就知道 这米是谁家的道米 并且能说出一些来由 嗯 嗯 爹 我知道 这是姐夫家的遍地黄金 对 因为这个颜色像 嘿嘿 为什么就不是 白玉珍珠 绿晶莹和碎钻石呢 是 姐上 你说到说到 香 爹啊 这米 肯定好吃 是啥你 孙儿 你说说 这个米 不粘筷子不粘碗 油性清香 洁白如玉 得胜哥 这是你们家的白玉珍珠 我 我怎么没尝出来呀 你能尝出什么呀 你就是猪八戒吃人生果 尝不出来 二姐 我没你会说话 但我知道 大姐一直惦记着 得胜哥家的白玉珍珠 你说什么呢 不信你尝尝 这本来就是白玉珍珠吗 嗯 我说啊 得胜 战魁啊 你们猜猜 今天皇上吃的 是你们刘家的白玉珍珠呢 还是你们李家的遍地黄金呢 当然是遍地黄金了 你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的白玉珍珠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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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您看您啊 这么一说啊 他俩就叫上劲儿了啊 来来 吃吃吃 多吃点啊 爹就知道你们会较劲儿 李政 我自侧射箭 预备 我到 准备射箭 报告 左翼第三营前队中少第一棚刘德胜 总环数四百二十三 左翼第三营前队中少第二棚李战魁 总环数四百一十一 五十二十二十二十四十八 五十三十二十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